乐高界的春晚来了 这三组选手都是澳洲层层筛选出的最强乐高玩家 冠军可以得到10万澳元的奖金和乐高大师的头衔 钱不钱的不重要 主要是就喜欢听人叫我乐高大师 老观众都知道每年总决赛都是28小时的自由发挥 长发作的作品经常统一观众的审美 他们这下终于熬到总决赛 可以放飞自我做一场天马行空的大战 还记得小时候玩小冰人吗 他们做的就是小冰人的至真高端版 故事里的巫师唤醒了数人和人类的工程师对抗 看他们搭建就像上数学课 摄影师稍微走个神 镜头回来他们就变出了一座大山 他们还给山上的巫师周身做了旋风技能 还是电动旋风 奥义旋风召唤术 然而旁边评委的表情就没有这么好看 评委认为离远了看 故事不够清晰 也就是缺少视觉引导 他们参考之前的作品决定做一个大技能 总决赛总要有些插曲进来 节目组老套地请来了选手的家人们直播连线 但让我意外的是 这档节目竟然拥有了不属于竞技综艺的文情 超发组手速快是公认的 到了最后一小时 卷毛的手已经严重超速 这一桌子零件数值恐怖 不知道能顶多少个千年损 一个巨大的推土机正在毁坏这片森林 钻机破土而出 直升机在一旁待命 山顶的巫师可不会束手旁观 它凝聚了整片森林的自然能量 变成一束冲击波 撞向推土机 另一边召唤树人来对抗这些铁皮机器 作品细节实在太多 他们好像花了28个小时 创造了一整个世界 说到缺点 长发组其实更适合命题作文 和上届长发组的作品风格很像 却少了一些美感 看来头发还是不够长 但从他们的作品里 能窥见我们最早玩玩具的初衷 那就是在残酷的生活中 让我们有了自由掌握快乐的勇气 这一季的厄运组可以说是拿了逆袭剧本 最开始抽到厄运砖 中间被淘汰又复活 毕竟波折最终来到了总决赛 最后一场比赛 厄运组准备做一个底座 是可以旋转的超大马戏团 马戏团的内部被割成四个部分 那厄运组不想要帐篷 评委直接抓住盲点 厄运组被评委一语惊醒 牵制起帐篷骨架 然后固定板块上色 马戏团的帐篷外壳就做好了 这颜色看着就顺眼 妹子这边负责棚内故事 比如这个马戏团员工的射死现场 这旗舰店其实有三个的人在 随便抓一大把 用来填充马戏团里的游客 然而他们的转盘转速太慢 想加点细节进去能急死个人 尤其是在比赛的最后一分钟 巨大的红白马戏团中 有旋转的四个场景 里面有着你能想到的所有杂技表演 侧面有环绕的小火车 外面的马戏团小丑正在卖魔术气球 还有拿着气球看表演的孩子们 冰激凌摊和排场队的游客 几乎集齐了所有马戏团的要素 但总决赛必须严苛一点 马戏团有个很不美观的地方 就是顶部红白帐篷的缝隙非常大 总体来说是完全有实力 和长发组抗衡的作品 28小时靠搭乐高 平下45万人民币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当澳洲最牛的乐高玩家 拥有了无限使用的砖块后 他们创造了狐狸 蟒蛇 老虎 狗头 等等这些极度传神的模型 到了最后一场总决赛 胡兹哥难道会拼个动物园吗 他们准备做一个大的森林场景 两只鹿正在小溪边喝水 不远处的狼群正窥似在这里 两个小时后 鹿已经初见雏形 鹿腿只用了细细的科技键 就能稳在地板上 胡兹哥做动物的优势 来源于自己大型电子生物设计的工作 在搭建时 他们有很多小技巧 比如狗的眉毛 有一块小肌肉 从而能散发情绪 但狼的眉毛上 没有肌肉 所以表情 没有温度 他们的手艺之妙 连评委都忍不住了 做完动物之后 他们开始抠场景 用乐高去搭这么大片的森林沙盘 填充河流与花丛 几乎是在一个个像素块的去做处理 整个场景神机盎然 此时的胡兹哥 仿佛就是造物主 路紧急地察觉到了一只狼的靠近 停下了喝水的动作 然而路没有注意到 另外一边两只狼摸了过来 这个模型别说奖金十万 拿去拍卖都不止这个数 他们不需要任何动力组 就能让动物活过来 准备抬起的狼腿 围围片站的路头 这些动视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悬念 好像只要观众站在这里足够久 就可以看到下一幕 360度无死角构图 这一桌子的搭建技巧 足以诠释一本乐高教科书 Yeah, Chef's Kiss 单组作品摆在现场和往年一样 一共250位观众一人一票 但卷联盟一打开 我就觉得那是不妙 不妙的是 来投票的小男孩居多 试问谁会为了两头鹿 放弃无师大战坦克的故事呢 甚至还有一个会旋转的马戏团 但决定冠军的关键 还是评委首中的100票 因为疫情原因 没有了往年的现场观众 计票完成 先来公布总决赛季军 逆风翻盘的典范 一路升级打怪 跟满级大佬 站在同一个颁奖台上 恭喜各运组 接下来即将揭晓 整季最大的悬念 The winner of Lego Masters Season 3 David and Gus 恭喜胡子哥实至名归 大哥激动的脸都红穿了 长发作也拿到了亚军 可惜只差一点 就可以享受这场金色的雨了 You've made a build in 28 hours Feel I feel like I'm in a forest I feel like there's danger I feel anticipation I feel concerned I feel tranquill I feel all of these things out of a plastic brick What? Are you nuts? It's beautiful It really is 最后捧背吧 胡子哥 Thank you for what you've done Thank you the team Thank you the success of the next Thanks for watching Congress your light hands 点击右上角关注 乐高拌饭 记得一键三连哦 如果一群完全没玩过乐高的人 来参加乐高大师会发生什么 圣诞节特别常理 节目组请来了澳洲的四个著名主持人 他们给这四个门外汉 一人配置的一位网界选手 这位整活哥分道的是人气选手 塔王组的小哥 同时为了补偿实力上的不足 这一期每个队伍都可以使用平尾一小时 太好了 能不能让平尾帮我扛两袋大米到六楼 这个使用指的是让平尾帮助自己搭建一小时 这部纯纯就是带乔丹打篮球和飞克做队友吗 整活哥和塔王准备做一个圣诞老人卡严图里的故事 然而这些目前都是塔王一个人做的 整活哥除了滑水以外 几个小时一直在做一张陷阱地毯 整活哥终于等到评委问出了那个问题 他们把最难的部分留给了平尾 用乐高搭一个皮质沙发 静静靠想象 平尾就在一小时内用小装块做出了皮革的感觉 缓解了塔王的压力 圣诞前夜的客厅里是那老人卡在了烟图里 因为壁炉太烫所以他的脚不得不来回乱踢 但整活哥也不算全程滑水 壁炉上的袜子 1932年的地毯 墙上护弹龙威二的海报都是出一字种活哥 角落的圣诞树下面是一辆转了很巧妙的小火车 桌上是留给圣诞老人的取其饼干和牛奶 塔王一个人能做完这些是真的牛 看了其他组的作品就能对比出塔王有多难了 金发妹子分到了第一季做博赛东那组的冠军大哥 妹子不喜欢无聊的故事 于是提议做一个黑帮圣诞老人和小弟抢完银行庆祝的场景 因为他们拿到的主题是澳洲圣诞节 所以请评委做了一只考拉和一只袋鼠 上次打博赛东是职业比赛 这一次就是娱乐局对于大哥非常轻松 大哥只要配合妹子的想法 发言出这个有趣的故事就行 其实圣诞老人有一个邪恶的双胞胎 因为在家里不受宠 就来到了澳洲做起了黑帮 他手下的小弟抢劫了银行 偷走了所有的圣诞礼物 在沙滩上庆祝烧烤 作品上半部分太空 不过对于新手来说 这个程度已经很nice了 尤其是故事很有意思 小精灵的头部运动也很巧妙 其他我变不下去了 短发女主持的队友是第三季里的短发小哥 这小哥在雪花球那集就已经搭过圣诞主题了 经验上更有优势 他们的圣诞老人架着雪橇在屋顶 雪橇拉的礼物都掉在了地上 圣诞赛里每个队伍可以使用一小时的评委 他们自己先做比较简单的房子 把最难的部分留给评委 评委自己在脑袋里迅速建模 一小时后就变出来了一个圣诞雪橇 白色圣诞节这一天下起了大雪 几个关节键连成了雪人飘逸的围帽 这棵圣诞树更简单 用基础板层层交错 再加上一点小装饰 屋顶的圣诞老人因为驯路起步太快 后备箱的礼物都掉了出来 就像这只挂在房顶的小泰迪熊 屋外角落的一堆胡萝卜 暴露了是驯路在随地小便 无论是细节还是整体 都很像乐高大师的作品 差点忘记模型有一半 都是不会乐高的人做的 给白发哥配的队友 是塔王组的二号塔王 白发哥是一档房屋改造真人秀的主持人 虽然已经55年没玩过乐高了 但老哥还是非常用心的在搭建 他们准备设计一个圣诞老人工作室 圣诞老人在楼上 面临着下面流水线的员工 和上一组一样 他们也将核心交给了评委 这个曲线的塑造真的没话说 但头还没拼完 评委的使用时间就结束了 看看他们接手后的成品 圣诞老人坐在二楼 居高临下的指挥着这些打工精灵 打工精灵们包装好礼物 经过传送带 最后放上雪橇车 礼物的流水线和小塔吊都用上了机械 角落里的抓娃娃机 和二楼悬梁在吃东西的小精灵 都是亮点 最后评委看过了四组作品 将第一场的冠军 给到了尿尿驯鹿那一组 短发牛主持人和小哥 将在下一场比赛 达到了一个 嗯不是很巨大的优势 为了拿到圣诞乐高大师奖杯 整活哥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整活哥和塔王 制定了一个神东击西的计划 先由塔王吸引其他人的注意力 再由整活哥将圣诞奖杯放在小推车里 然后带回去藏匿脏物 本期主题是做一个小孩子都想要的圣诞乐高套装 整活哥和塔王准备做一个城堡 地面上是濒临城下两军交战的场景 然而就在搭建过程中 整活哥被发现是疫情密接者 所以就被抓去隔离了 其实整活哥走了反而提高了塔王的效率 最后一个人拼手速完成了城堡 红色军团正准备和黄色军团交战 他们正在给投尸机装弹 与此同时屋顶上的龙要带走公主 评委认为缺少一些可动元素 比如能升降的吊桥和火板门 但这有点太难为塔王了 城堡从单人作品的角度说 真的已经巨强了 白发哥和塔王二号这边就稳得多 他们做的是一个坐落在澳洲荒野中的联邦风格的建筑 戏风从沙漠中吹过来映然了一场火灾 古代人建立起了房屋 包括这个可爱的小厕所 也将要被烧毁 打开屋顶里面有完整的家装和人宰故事 澳洲人文化咱不太懂 但看起来是一个成熟的MOC作品 圣诞特辑最终篇 评委剃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短发女主持M姐和B哥 准备做了一个能看到内部的蘑菇学校 因为上场比赛拿到了使用主持人一小时的特权 他们非常怀疑主持人的搭建水平 不情愿地交给他做了一个骂蚱笑车 主持人为了找回场合 开始在后台和评委进行了朋友交易 主持人先背下来评委拼好的骂蚱 然后在B哥和M姐面前装一下 自己也很流鼻这件事 最后等到时机成熟 巨大的蘑菇学校 下面骂蚱马车正载着学生们去上课 蘑菇教学楼像玩偶屋一样可以打开 门后有药水课 音乐课和魔法课 顶端是天文学课堂 极其的故事美学和可玩性三要素 左波赛东的大哥简称波哥 他们准备做一个珠宝盒里的乐队 波哥终于可以在机械部分施展功力了 但和其他组比珠宝盒实在是太小了 他们直接在下面加了一个大抽屉 外表看上去是个床头柜 打开顶部的礼物盒 里面出现了一个小型乐队 这确实是一个天才的机械设计 鼓手和背后的音响同时颤动的节奏 很真实 打开柜子四个抽屉就来到了商业护锤环节 顶层是恋爱综艺 爱情岛 类似最近的单身级地狱 第二层是乐高大师 这也是上一期偷奖杯的整活歌 然后是明星的红彩现场 最下层是M姐主持的今日秀 整个抽屉就像一个铺面的电视台广告 创意很妙 只是场景上有点单薄 最后四支队伍里 蘑菇学院得到了评委的赏识 毕哥和M姐也成为了乐高大师里 唯一一支赢下所有比赛的队伍 等会儿 这奖杯有消杀吗 你接着碰我 点击右上角关注 乐高拌饭 记得一键三连哦